18号确诊的业务员到过的宠物用品店全面大清销 案21792是一名30多岁的宠物用品业务员 达过两级BNT CT值11.4 病毒量高 14号出现喉咙不适 但他并发前一天还到过嘉义那次王子大饭店喝喜酒 从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半 足足待了四个半小时 可能是在宴席中被传染 更有可能是之前就有被感染 然后再去参加宴席 一是沈正南认为 这类个案出现的嘉义尚无明显感染源 依目前疫情层三度加零状况 新的渗漏机会比较大 由于业务员病毒量高 曾到过台中 台中市府也紧急设立快筛站 过于足迹重电的民众前来筛检 证明业务员14到16号出现症状 快筛阳性 15号曾到台中四家宠物店 确诊前四天都在工作 工作属性恐怕也到过其他县市 足迹遍及各个县市 未来是不是有许多未爆弹 还会再爆发 专家分析业务员职业足迹广 接触者恐怕也不少 必须尽快扩大匡列 才能堵住疫情扩散 这家一台中综合不老 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喔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